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出飞行器 将两块电池沿导轨安装在电池舱 听到咔哒声后 检查确保电池弹出按钮完全弹气 短按再长按一次 开启遥控器 快速按机身电源开关5次 退出运输模式 可根据箭头对应位置 直接安装云台相机 按压住电机锁扣外侧的弹片 将电机锁扣旋转至四个箭头处于同一支线 按照箭头颜色 安装好讲页 捏住锁扣上端 不能转动 则表明安装正确 如果电池温度低于15摄氏度 在飞行器开启后 电池会进行自动加热 将移动设备与遥控器连接 进入DJI Go 这里我们以美国手为例进行演示 在APP中检查飞行器状态列表正常后 将两个摇杆同时下拉到底部 向内摆动 讲页转动后 将摇杆回中 向上轻推左侧摇杆 即可起飞 起飞到1.2米高度时 机身自动变形 升起起落架 操作时拨动左边的摇杆 可以控制飞机的升降 即顺逆时针旋转 右边的摇杆 用来控制飞机的前后左右运动 降落时 飞机可自动感知离地高度 并放下起落架 待起落架完全放下好 才可降落 如果采用自动降落 严重低电量降落 以及自动返航降落时 飞机的下式传感器 则会自动进行地形检测 识别不平整地面 水面 树冠 花丛等不安全降落场景 并停止降落 等待用户操作 保证飞机降落在安全平稳的位置 待螺旋桨完全停止后 取下降业 快速按机身电源五次 可直接取下云台相机 将飞行器拿起或放置在平面上 进入运输模式 电源自动关闭 按下电池弹出按钮 取出电池 将飞行器放入机箱 一次完整的开箱 飞行操作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